今天这辆6区自卸车便是由EQ2082改装而成 在举身前我们必须将车辆停放在平坦而坚实的路面上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上车将车辆给启动了 脚踩离合器 挡位处于空挡位置 打开取离开关 然后将举身开关打开手柄处于举身位置 货箱便开始缓慢升起 举身过程中可以轻踩油门加速举身 但不可加油过猛 将在举身和下降过程中下方禁止占人 如需在举身状态下检修 一定要支起货箱的安全支架 以免货箱意外落下 举身开关手柄处于下降位置时 货箱便开始复位降落 货箱装油载荷时不允许正常方式降落 应将手柄处于半开闭状态 缓慢或断序下落 车辆行驶前 应时取离器开关和举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以免车辆行驶中或将误开 举身油缸的高压软管每年必须更换 发现软管有军裂磨损膨胀等情况应及时更换 经常检查液压系统如发现漏油 应及时维修 在走河期内举身300次后应更换液压油 以后每行驶16000千米更换 应根据本地的温度选择不同规格的液压油